Hello,大家好,我是生活在香港不会说广东话的大宾 我前几天不是进城给老爸老妈买了卧铺的火车票回北京吗 然后现在我们决定先不让父母回北京了 然后那个止痛车那边出了一个政策 就是说23号以前买的火车票都可以全价退款 然后我现在还要去买票的地方把钱给退了 比较麻烦 然后我今天准备坐巴士去 可能比较安全一点吧 空气会稍微好一点 我觉得因为人比较少 跟我走看看吧 看看大家怎么样戴口罩的人多不多 我现在上巴士 空气挡挡 我觉得我还是做最后一排安全的 看上面漏风的风飘口被人堵上了 香港现在这个天气还有开风飘的城 空气会稍微好一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现在下了巴士了 去地铁站把票退一下 刚才巴士上的人基本上都戴口罩 又到这里了 看看出地铁站的都戴口罩 我们进去吧 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两张票顺利退掉 上次拍摄的时候被他们说了 不让我拍摄 我现在先去退票吧 看能不能退 一会儿见 我现在成功的把票退了 12202 非常顺利 这边是非常好 不应该看能不能退休 我感谢你 给你一次账运 你会发生的账运 我感觉到这条路 我账运 我账运 你会发生的账运 大家都戴口罩上车啊 我现在决定还是赶快回去吧 在这边也没有什么事情 然后感觉还是回去比较安全一点 在这边的话接客人太多了可能 我现在已经回到我们小区这边了 我觉得安全多了 刚才车上有人坐我旁边我还挺害怕 生怕被传染了 然后这两天又降温了 然后现在反正香港这边很多东西都取消了 包括我们准备要参加的一些基建比赛啊 都取消了 学校也延长 延长开学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吧 祝大家身体健康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